拉脱维亚总统贝尔金时 14号会见了到访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 贝尔金时表示 拉方高度重视拉中关系 愿与中方共同努力 密切双方在经贸 防务等领域的互利合作 推动拉中关系不断发展 梁光烈表示 近年来 中拉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中方期待与拉方就加强两军务实交流与合作 充分交换意见 推动两军关系取得新的进展